我們這邊有幾本參考書目 基本參考書目要不要買 同學不要買 好嗎 糟糕 這些都是我的朋友 說他講說不要買他不就罵我了 不是啦 這些書海上法都有在修 然後這些書在過去的經驗裡面也都蠻重要的 圖書館也都有 要不要買先不要買好嗎 先不要買等你未來國家考試想要買 或是說你今天想對這個課程有進一步的了解的時候 你再去買老師有沒有講義 老師有講義 講義我有講義 講義我還沒有準備上網 因為大家可能認為說有講義你們就講義好幾百頁 我們在適度的時間也會上網 我想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這幾個老師我必須給大家做了解一下 楊仁壽認識嗎 現在是大法官 楊仁壽目前是大法官 劉中榮知道嗎 劉中榮知道嗎 劉中榮是之前一直在台大任教 那前幾年已經退休 退休現在在東吳任教 劉中榮老師 柯澤東老師認識嗎 認識 認識 這個我們柯老師 楊仁壽是大法官 他過去一直從法院系統出來 那他早期因為在 他滿 他的日文很好 他也翻譯了很多日文的著作 成為海上的著作 如果你到三民書局去 你看到楊仁壽呢 他就 老師就一整套書在那個地方 你知道嗎 你去看那個海上那一欄 有大概 應該有七八本八九本十幾本吧 那裡面其實說的 說的白一點 大部分的著作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 好嗎 楊仁壽老師 那楊仁壽老師 他的書的 為什麼我老師把它放為第一本 原因在哪裡呢 因為他是真的從實務界 他是法官 他過去審理了不少的海上的案件 他審理有經驗是一回事 他比較積極的是 他曾經他把他過去所審理的一些 有蠻重要的一些案件 他全部都有寫文章 楊仁壽老師 他累積了相當多的文章 所以他在這方面 有他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他這個楊仁壽老師的書 他不僅是說 是一個理論 他也非常強調 國際性跟實務性 楊仁壽老師雖然說 他是單純的一個司法人員 所寫的書 不過從老師的觀點來講 楊仁壽老師的書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是劉老師 劉老師以教科書的角度上來講 劉老師這本書是他的結構 非常的完整 如果說我們從學習 你們習慣看一般性的法律教科書 那這本書大概是首選 大概是首選 我們講劉仲隆老師的書 大概是首選 那他裡面也 他這本書我的了解好像是 他在我們所謂的連休假 連休假的時候他到美國去完成的 所以他裡面的很多的資料 國際性非常的強 然後德日法也都有納禁 那他的結構性的寫法 也比較符合我們法律人的 那樣子的一個撰寫的方法 所以如果說你們習慣看法律的書籍 那這一本書大概會比較熟 那洋人壽就洋人壽的書 就不一定是一般的法律書籍了 知道嗎 他雖然叫最新海商法 但是他的編轉的方法 就不太像一般的法律書籍 那怪怪的 然後再來是柯老師 那柯老師知道了 柯老師也是我的老師 那他過去長久來一直在海商 一直在國際司法 一直在保險法 國際貿易法 很多的領域他都有涉獵 那這是柯老師他在89年的時候 88年89年分別寫了兩本書 那為什麼會88年89年 因為我們的海商法 在民國88年的時候大修 大修 我們下個禮拜的課程 會介紹這個部分 就是他有大修 所以柯老師在當時修正通過以後 他就寫了這兩本書 第四位是賴來昆老師 賴來昆老師 賴來昆老師 何許人也 認識的請舉手 我們有錄影的 那如果被賴老師看到 就不好意思了 賴來昆老師 現在是玄奘大學的法學院院長 賴來昆老師 他是一開始台大畢業 他所寫的論文是海事優先權 算是海商 算是海商 但是賴老師 他現在在整個的學術上面 主要是在兩個部分 一個是海商 一個是國際司法 所以賴老師 那這個了解 賴老師的新海商法這本書 我不是推薦 這本書他最重要的地方 注意他最重要的地方是 民國88年的海商法 那一次的大修訂的海商法 賴老師他當時貢獻卓助 知道嗎 貢獻卓助 為什麼貢獻卓助 因為賴老師當時是立法委員 那立法委員裡面的 大概董海商的大概也算是他 所以他當時在上面做了很多的修改 以他的意見做了很多的修改 那他也因為他當時曾經是一屆的立法委員 他也收集了過去所有海商法一些修法的過程 所以其實他的這本書 我們不管他裡面的論述跟結構 這裡這本書可以提供大家 過去海商法的所有的過去的歷史 知道我意思嗎 這是一個可能應該從研究所的角度看 這本書會比較好 最後一本是林群碧老師 林群碧老師是台大的老師 那他是比較學院派的老師 那我們還是把他列上去 大概這樣子 那食物上海商法的書不只這些很多 那只是這幾本給大家做參考 那每個老師都有他的專長 楊仁壽他老師他主要是海商 他主要是法學方法論 劉仲隆老師主要是海商 主要是保險 柯澤東老師多一點 海商 國際司法 保險法 還有國際貿易法 賴來坤老師 海商法 國際司法 林群碧老師 海商法 保險法 還有沒有 還有 像現在在世新的張新平老師 張新平老師之前是政大的老師 他主要上什麼法 上海商法跟國際貿易法 老師為什麼講這些 分析大家的背景嗎 不是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教海商的這些老師們 還有跟他們所跨足的這些 其他的一些學科的領域 你會發現這些領域 是有共通性的 對不對 是有共通性的 也就是說海商 保險 國際貿易 國際司法 至少這四科 他具有非常高度的共通性 你要去思考這個過程 你了解了以後 稍後我們再介紹命題大綱 你大概就會知道了 可以嗎 你大概就會知道 我為什麼要這麼給大家 這樣子的說法了 這是柯老師的書 海商法修正心論 再來是柯老師的 貨物運送責任篇 這兩本書在早期還算重要 早期還算重要 因為他引進的都是最新的 當時的一些修訂的內容 好 那這是賴來坤老師的 那個最新海商法論 有點大本 有點大本 這是林群幣老師的海商法論 這是台大林群幣老師 我想都一樣 同樣的書皮 有海商法論 保險法論 都這樣子 你們都看得到 好 我們要介紹一下 全球航運市場 大家可能因為你們對海運 海商不是那麼了解 所以你們覺得說海商 我剛一直強調說 你對海運可能有點隔離 但事實上你知道 我們全台灣 我們在全球的航運界 是舉足輕重的 你們知道嗎 那可能不了解 我們航運界 在我們全世界 這重要性是很高的 好 來 我們介紹 來 全球的航運市場 給大家做一些介紹 其實也順便跟大家 讓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海運 我們不是單純的海洋立國而已 海洋立國不是嘴巴講 那有非常多 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地方 來 我們看 這個 這是有一個組織 叫UNTAC 其實就是OECD 在這個地 UNTAC UNTAC 它的地位是什麼 這是聯合國下面的一個組織 它的組織的定位 我們不介紹它 好不好 它的定位有點類似 我們政府組織的哪一個單位 你知道嗎 叫金建惠 有沒有 金建惠 我們去 國家有一個礦部會組織 叫金建惠 那UNTAC 就有點類似金建惠 所以它每年都會編一本 叫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就是說 Review就是回顧 回顧的意思 Maritime Transport 就是海事運送 海上運送的一個回顧 它會整理 2009年大概是2008年的資料 有點不是過時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報 這個report是什麼時候出版的 是2009年12月出版 也就是兩個月前才出版的東西 兩個月前才出版的 但是它回顧的是過去2008年到2009年初期的 所有的航運市場的一些內容 好我們看快一點 國際的海運貿易量 我們全世界你知道有多少貨物進出口嗎 不知道 沒有概念對不對 2008年大概8.2兆噸 全世界 你們吃的用的喝的 只要跨國越界的話 全世界所有的貨品量 有些可能是路運 有些可能是鐵運 鐵路運輸 有些可能是什麼 那個專油輸油管 對不對 這些都是這些都算 全部都算 全部呢 全世界的那一些貨品運輸量 大概是8.2兆噸 海運呢 對不起 全球的貨運量是11.2兆噸 海運是佔了8.2兆噸 也就是說將近75% 75% 全世界所有的貨品的流通 有75%是經過海運 你要先了解它的重要性 你知道 全世界75%的貨運 是經過海運 知道這是一個重要性 那內容數據我們就不去談它了 讓大家去了解 你知道它這個運輸量也不斷的往上爬 因為大家的人口 經濟規模就越來越大 當然在2008年 2009年我們有金融風暴 我的了解已經稍微下來一點點 但是還是持續的在成長 那整個全世界的船舶載重量 大概有11億噸 也就是說這麼多的量呢 它全世界有這麼多的船 再載這些貨就對了 那主要是以油輪跟散裝船為最大宗 像我們進口那些什麼煤炭 進口的那些石油 知道嗎 一次進來就是幾十萬噸再進來的 像那個一艘船 就可以再幾十萬噸這樣進來 那是以這些船為大宗 或許你們說 對你們而言 你說航運 你可能只知道說 長榮啊 揚民啊 這些貨櫃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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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櫃船真正的運載量 大概可能只有占120%而已 真正的大宗是這一些 像那個油輪一次就是幾十萬噸的 像那個散裝船 你知道那個一進來就是整批的幾萬噸的礦砂 幾萬噸的小麥 幾萬噸的玉米 這些都是那個叫散裝船 那個這是還是 量還是比較大的 那再來我們看這一頁 這是有點小 這邊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大家想看清楚的話 你們就到網路上去下載知道 應該可以看得到 全球前35大船對國 那我們不要去談什麼叫本國級 什麼叫全遺船 台灣在2009年1月 我們台灣的本國船有91艘 這個我們船沒有那麼 這個91艘不是你們像去那個 巴黎做那個什麼順轟幾號知道嗎 巴黎不是渡船頭那種 那個都不算 我跟大家講 我們所謂的這邊的船是 500噸以上的船好嗎 那些小船都不算 那些根本就不算在裡面的 我們講的是那個大船 本國級的船有91艘 全衣船有540艘 總載重盾2900萬噸 2900萬噸 佔全球2.7 世界排名11 重不重要 台灣航運實力很強 台灣航運實力很強 我們下一頁看什麼 我們下一頁全球的貿易量 台灣算是一個進出口 算是一個蠻重要的國家對不對 雖然我們只是一個小島 我們的我們的貿易量很高的 我們的貿易量也佔全世界17而已 但是我們的航運量是佔全世界11 了解 很重要 其實我們的航運量是 遠比我們的貿易量來的強 所以台灣人航運能力是很強的 航運能力是很強的 好那這個了解就OK了 再來這一頁在講什麼 這一頁是2009年 全球大概前20大貨櫃航商 就是我們知道貨櫃 那貨櫃航商裡面 台灣有三名 分別是長榮是第四名 他有181艘船 長榮很大 非常大 他不是只有船而已 他還有很多關係企業 陽明是第13名 他有85艘船 這兩家公司你們都應該算滿熟的 因為他們是上市上規公司 那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 還有第三家公司 也在前20名之內 但是他現在已經退出去了 就是 這個錄影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有人送那個 送我們前總統 那個 前總統的夫人 一支賺錶 結果人家不高興 就把那支錶給賣掉 去換 Tiffany賺界的那家公司 知道嗎 那家公司叫萬海航運 萬海在 在2008年的時候 還在Top20 就是還在20名內 那2009年稍微退出了一點點 大概這樣子 所以台灣你看前20大 有兩三家是我們台灣的公司 台灣的航運業真的很強 所以你們大概要有一個這個認知 下面這一頁是我們這一個 港口的裝卸量 我們大概全世界 所有的港口就是我們講貨櫃 你們在馬路上看到那些貨櫃 全世界的所有的貨櫃的裝卸量 台灣大概 台灣這個小島 我們這個小島 它所裝卸的所有的貨櫃總量 大概是全球排名第七 還算蠻前面 還算蠻前面 像我們台灣在這裡 全球大概排名第七 現在第一名 也是最恐怖的一名 那叫哪裡 China 中國大陸 很恐怖 很恐怖 那這邊我們叫 全球前20大貨櫃港 這20大貨櫃港呢 2008年高雄港全球排名第12 摔得很慘 你知道嗎 老師大概在十幾年前 在航運界的時候 高雄港 當時大概是全世界排名 最早有到第三 世界第一大概是香港或新加坡 大概這兩個港口 那我們當時大概在第三到跟第四 就是第三大概是我們 第四大概是路特丹 路特丹在哪裡 路特丹在哪裡 路特丹就是在德國嗎 還是哪裡 就是那個荷蘭那邊 它是那個萊茵河河口 所以那整個歐洲大的那個 萊茵河還是什麼河 萊茵河嘛 好像就是萊茵河 它的河口港 所以路特丹是整個 基本上是整個歐洲一個很大的河口港 那但是你看經過大概不到十年的時間 我們從第三名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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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到現在第十二名 摔在第十二名 所以港口不是它設備不好 相對的是我們台灣的經濟 事實上已經在走下坡 對不對 因為你的貨沒有進 貨進來量少 出去也量少 所以那個整個量已經下跌了 這個給大家 這是一個蠻大的警訊 有些時候每年的年尾都會公布這個排名 我想這個東西過去對你沒有意義 但是現在看了大概會有點意義 就讓大家收你們的 好 這就要看大家 不記得